欢迎来到美厅 好的关系都是修来的 我们常说每段关系都有保质期 再深的感情时间到了也会过期 再好的关系走到一定阶段也会各自天涯 相交在一时相处是一世 那些天长地久的情谊从来不是天定的 而是修来的 我前两天重温了电影《两只老虎》 再听到范志刚那句 我怕还不起还是万分感慨 主角张成功和范志刚是共生死的战友 在《炊事班》里 张成功因怯弱常被同伴欺负 每次都是范志刚挺身而出 将他护在身后 张成功被人辱骂 范志刚就朝骂他的人泼开水 张成功爱吃肉 范志刚就每天偷偷给他流肉 张成功对他十分感激 发誓说要做一辈子好兄弟 还承诺将来发达了 一定给对方开个饭店 可后来范志刚因为负伤提前转业回家 不久之后有旧病复发 急需做手术 那时的范志刚身上没有多少钱 直到张成功退伍后下海经商 事业风生水起 便想找他借五千 但张成功却拒绝了 他说我怕你还不起 范志刚听后 一颗心跌至谷底 多年来的兄弟情谊 竟抵不过五千块钱 后来范志刚失明 只能开家盲人按摩店 勉强生活 时隔多年后 张成功来到按摩店 心中不忍 说想投资范志刚 但这次范志刚拒绝了 他说我怕还不起 至此 两人多年的情谊彻底了断 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 无论是生活上的帮扶 还是经济上的支撑 有来有往 才能长久来往 人心换人心 你真我才真 彼此之间 若没了双向流动 没了感恩回馈 便注定难以长久并肩 作家张波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人字 一撇一纳相互支撑 才能力稳 站住 胡适与好友王云武 便是如此 胡适出道上海求学时 与牌友同住 与酒友喝酒 不到俩月 打牌 喝酒 他都学会了 王云武知道这一切 及时将胡适拉了回来 他力劝胡适迁居 并举荐他做工学的国文教员 还在信中经常提醒他 扶除旧染 底力连鱼 也就是要去除旧席 磨练节操 后又告知胡适 有公费留学的机会 让他好好把握 一路上 他引领着胡适 直至胡适人生 迎来新的转机 后来胡适留学归来 成为北大教授 王云武却陷入了人生低谷 他被卷入政治漩涡 整个人身心俱疲 无力应付 无奈之下 他只能辞职 寄身于一家小书局 魂恶度日 这时 是胡适及时给予他支撑和帮扶 胡适跟他谈心 劝他振作 鼓励他投身于自己擅长的领域 恰逢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邀请胡适 接替自己当所长 胡适又将他推荐给对方 打去说 自己是书呆子 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王云武既有学识 又善人际往来 才是最佳人选 就这样 王云武接手商务印书馆 重回自己熟悉的领域 王云武信心大振 不仅带领书馆 走向出版业的新辉煌 整个人也越活越精神 之前的颓废一扫而空 两人也在这一来一往中 维持了一生的友谊 很认同一个观点 朋友 在相扶相持中 才会更亲密 我需要帮助时 你扶我一程 你陷入困境时 我拉你一把 有锦上添花 更有雪中送叹 彼此搀扶 相依为路 如此 才能长长久久 共同闯过人生的 道道关爱 1969年 有两位青年 在乡下插队时相识 一个常常哀怨叹气 感叹插队日子 看不到希望 一个却总是没眼带笑 一边帮他梳理悲伤情绪 一边鼓励他重拾医学 于是两人携手 一同帮村民们看病 医治顽疾 度过了一段 美好的插队时光 这便是石铁生 与孙丽哲相识之处 在孙丽哲感到 生活无望时 石铁生就像一束光 照进了孙丽哲的世界 温暖心田 然而此后不久 石铁生就因病瘫痪 年纪轻轻的他 便要与轮椅相伴一生 如此打击 即便在乐观的人 也难免无法承受 石铁生常常躲在屋内 独自难过 不敢出门 更不敢见朋友 这时 是孙丽哲每天到他家 陪伴他 给他讲笑话 逗他开心 随后 孙丽哲又带着他去美国游玩 开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 横跨美国十几个州 只为帮他扫清阴霾 重拾生活希望 有人说 世上最长久的感情 莫过于做彼此的能量球 成为彼此的加油站 每个人都会遭遇情绪低谷 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 但真正的朋友 会一起面对 你给予我情绪支撑 我给予你精神安慰 彼此之间 不抛弃 不离弃 我们的关系 才能愈加亲厚 听过一句话 任何感情的维系 从来没有洁净 只有精盈 不仅是生活和情绪上的相互支撑 更是灵魂上的包容与尊重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差异也一定存在 总想干涉 强行改变 只会累了彼此 还把关系越出越烂 允许对方做自己 尊重一切 接纳一切 感情反而会更加要好 庄子和惠子 一个是哲学家 一个是卫国的大官 在庄子看来 惠子做官 就是套上了黄金枷锁 虽然有权有势 但是人生不自由 灵魂不自在 在惠子看来 庄子穷得穿不起裤子 腰带都只能用草绳 鞋子露出五个脚趾 还整天幻想逍遥 但他们没有相互干涉 反而惺惺相惜 成了知己好友 老舍和赵树里 是文坛上两个风格 截然不同的大家 老舍认为作品重要的是平民化 他也因写北京城民众生活而著称 赵树里则恰恰相反 他觉得土里土气的内容更深入人心 他的小说多以农村为原型 两人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大相径庭 但对彼此的作品从来不领称赞 老舍看完赵树里的小说会欣然写下评论 赵树里见老舍的剧本会迫切的一睹为快 只有欣赏 没有改变成就了一段令人羡慕的友谊 古人说万两黄金容易得 只心一个也难求 在我们大多数人眼里 好的关系永远可遇不可求 看到双方的差异 却能接受差异 意识到各自的不同 却能欣赏不同 彼此尊重发自内心的理解 接纳 这段关系便会如涓涓细水般 长流不断 一成法师说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修来的 智慧如此 成就如此 关系亦如此 真正长久的感情 离不开生活上相互扶持 情绪上相互支撑 彼此敬重 真心相待 才能在漫长的岁月中 相处不累 久处不厌 愿你我都能拥有一两知己好友 一起岁岁念念 一起岁岁念念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